陪你聊电影周末不无聊 我是陪姿 本周耶诞周有想好要去哪里过了吗 不妨来看场电影吧 像《神力女超人1984》正在热映 还有贵文美跟杨佑宁演出的国片《腿》 也在本周上映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应景的电影 耶诞节其实对国外来说是一个大档期 有点类似我们的贺岁片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电影推出 过去就有不少的经典电影 像是去年圣诞节啦 或是圣诞搞红趴等等 今年也有不少适合全家大小 或是适合情侣的 第一部《真爱零距离》 马上来看预告片 住在埃尔兰的罗斯玛丽也决定要掳获邻居安东尼的芳心 不过安东尼似似乎是遗传到他们家族的某一种魔咒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位美丽的仰慕者 同时安东尼的父亲计划要把他的农场卖给住在纽约的富商外甥 光看这个预告就知道这又是一段男姐的三角恋情 当多金又帅气的纽约克突然加入这个淳朴的地方 结局又会是如何呢 电影找来埃尼利布朗跟杰米盗南主演 是由约翰派纽克上立 以他之前曾经入围过舞台剧这样子的作品来编剧成电影 他将自身而食对于爱尔兰的一些情怀放大 埃尼利布朗其实已经八年的时间没有出演过像这样子的爱情喜剧 大家对他的印象大部分都是停留在比较惊悚 或是比较科幻类型的电影女主角 这一次呢当境界当中的强悍妈妈遇上格雷的霸道总裁 也会很让人好奇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了 好 另外一部也是相当经典的电影 那就是2003年上映的爱是您爱是我 就在修复过后又要重新上映 当大家忙着过耶诞节的时候 好多事情正在默默发生 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发现自己爱上了美丽的助理 失恋作家展开了疗伤之旅 却在湖畔再度相信爱情 还有向往爱情的女孩想要把握机会鼓起勇气表白 在耶诞的风回之下有七段故事正在上演 好 说到电影一定会提到这部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 曾经参与新娘百分百 还有BJ单身日记的知名编剧 理查·寇特斯首次指导的爱是您爱是我 有非常强的演员阵容 包含我们刚刚看到像是有休格兰 克林佛斯还有爱马汤普逊 以及联恩尼逊奇拉奈特利等等的 非常温馨有趣的剧情 很值得一看再看啦 好 当然耶诞节也不是只有浪漫电影啦 皮克斯工作室今年底推出了全新的动画 《灵魂急转弯》 我们先来看预告片 我生在这场 这是我的理由 我生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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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生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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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情描述 乔·贾德纳 是天生的爵士钢琴家 但是不得志 只能够在国中任职音乐老师 有一天 他获得了毕生等待难得的演奏机会 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果实 就失足受伤 陷入昏迷 而他的灵魂来到了投胎先修班 展开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旅程 《灵魂急转弯》 花了四年半时间才完成 要带大家反思生命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其实还蛮符合2020的新进状态 为了忠实呈现 纽约黑人社区的生活 这动画师参观了好多间 爵士酒吧 还有裁缝店 跟理髮店 这也是皮克斯工作室史上第一部 是用美国黑人当作主角的动画作品 导演说他希望可以透过电影 让大家体会生命有多美好 而不是我们为生命注入了多少的美好 看来会是相当暖心的电影啦 好 接下来这一部也是动画片 你有看过动物版的詹姆士庞德嗎 在电影《动物特工队》当中 动物情报局的精英特务猫威力 他因缘机会之下 认识了另外一个骇客海克特 而且还被卷入一场惊天阴谋 看两个人斗智斗勇 要拯救世界啦 好 电影是由神头奶爸 还有小小兵的动画团队 耗资超过三亿打造的 主角设定确实就是参考詹姆士庞德 别看是动画 这视觉效果可是媲美好莱坞动作片 近年来动物电影 大部分都是走可爱取向的 只不过这部《动物特工队》 除了是剧情 惊险动作 这些非常华丽 当中的友情跟团队精神 其实也很重要 就提供给想要在耶诞假期 看电影的朋友参考啦 好 如果说你不想出门的话 其实网络影音串流平台 也有不少的电影选择 可以提供给大家 像是佳节 限定恋人 公主闹双胞 圣诞急救队等等的 都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可以来好好规划一下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